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不知道大家最近是不是跟我一样 连续三天打副本都是绿箱 材料的基本都是纳米和新币 我也是一样的,一直都是绿箱 不知道是不是小陈调低了爆料 一天五个副本打下来,只有五个机械材料 真的是越打越没乐趣了 作为平民王家,每天就想多点配件 好让自己的实力不会撈销太多 但一天能获得的材料 远远没有大佬用小太阳买得多 不对劲,我怎么只剩二十万金条 最近没有打架,不需要买什么副奖 最多就是花四万金条买点配件材料 现在应该是两百万财队,怎么少了这么多 不会是布丁你偷我金条吧 天地良心,我偷你金条干什么 我都不打架的,要金条干什么 之前我卖了个五阶重型枪口 还有一个六阶的轻型枪口 当然这两个就赚了一百六十万 应该是盈利的状态怎么还亏笨了 而且我记得只买了一件金灰和守望者护盾 其他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买 你之前不是还买了个点仓雷托吗 应该是你记错了,买的东西都给忘了 雷托都是很久之前买的 当时买完还有两百多万金条 我看你是个小萌托啊金条 这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上次还拿我号买了自己的装备 你咋那么小气,没一点男子气度 只是拿你一点金条而已 就直到现在,天天就知道拿这谁说是 等下让我找到了,看你还敢嘴硬不 那那那,还敢说没拿我金条 那这个六级防护司机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我自己梦有买的吧 不是我,我只是用你的号买点武器而已 并没有买这么贵的东西 什么,还拿我号买装备 那我刚刚怎么没有看到 我买回来后偷偷删了 之后系统还了回来,我又再删了一次 那这个六级司机是咋回事 这个司机是小萌做的 当时我就劝他了 别一次性到那么多 要不然会被发现的 结果他根本就不听我的 太难受了,果然是家贼男方 看来以后不能让你们碰我电脑了 哪天我的号都得给你们卖了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 我要去叫姓表妹了 让她长一长记性